根據主計總處2017年底統計 全國非典型就業人數突破80萬 平均年增率達2.4% 另外2016年勞動部資料也顯示 青年勞動力有19.4萬人選擇非典型就業 勞團表示非典型就業增加 是因為台灣工作環境沒有前景 青年期待的是我一開始雖然可以付少一點 你可以付少一點的薪資 但是我希望的是一個有未來的有前景的 但是現在卻是青年進入市場的時候 是低薪高風險 但是未來在於市場的發展也不如預期 可能會引起青年族群對於整體的 就業市場的一個失望 學者則認為青年會從事非典型就業 不外乎面試正職工作碰壁 或是喜歡自由形態的工作 不過根據國際勞工報告發現 如果青年第一份工作是非典型就業 恐怕會讓往後找工作更困難 畢業的青年他去做了非典型工作 會造成一個所謂的烙印效果 公司的老闆一定會詢問你一個問題 你畢業的第一個工作 為什麼不是正職而是非典 他對他會有一個不好的印象 說你是不是能力差 或根本是你不想做正職 你比較態度不積極 勞團也強調台灣非典型就業增加 他面對國外優惡薪資以及有前景發展的挖角 恐怕會導致青年人才流失 故意政府要著手改善勞動條件 提高基本薪資 給予勞動權利保障才能留住台灣青年 原則新聞那麼大陸臺北市採訪報導